只需一张图片 轻松搞定AI换脸 未泛级使用教程 不仅可以实现视频换脸 还可以实时换脸互动 效果相当的哇塞 大家跟老张一起来学习一下 首先拿到老张给大家提供的AI换脸软件 选择单途换脸GPU 直接打开 需要软件的兄弟们 麻烦给老张来个点赞关注 加评论个666 在这个位置我们选择人脸 就是您要切换的目标 然后在这儿 就是您想把这张图片的人脸 换到哪个视频上方 您可以直接选择对应视频 然后是否勾选人脸增强 根据您的需要勾选的话 人脸会很高清 内存 咱们按据你电脑的内存进行选择 视频质量尽量给它拉满 这样的话效果会好一点 图片这个位置 你选择什么都是OK的 是否保留真图 它不仅可以换脸 因为它也可以换图片 所以如果你需要图片的话 你可以把真图给它勾选 然后点击开始换脸 找到它的目标输出 然后点击保存 然后稍作等待 它即可换脸完成 我们一会儿来看效果 在换脸的过程中 我们可以在命脸行窗口中 看到它正在处理的一个标识 好的导出之后 你就可以回到目标物件夹 查看你的视频效果 仔细一张图片 轻松搞定AI换脸 好 效果是相当哇塞的 而且这款软件 它还支持像这种实时换脸 比方说你做一个娱乐直播 或者电商卖货 都是可以的 老张给大家普及一下 怎么样防止这种换脸 进行一些非法的一些途径 大家记住换脸这个软件 无论它怎么样 只要是目标离开了这个屏幕 目标离开了屏幕 然后它再进来 它都会有一定的闪烁 大家看到了吗 它有一个闪烁效果 这就是图片换脸的一个问题 而且咱们在图片换脸的过程中 大量的遮挡 它会完全的掉掉的 包括它转头 都是会有一些问题的 所以大家都是可以给它测出来的 如果你的电脑效果好的话 如果你的电脑配置高 开启人脸增强 那效果就相当哇塞了 大家抓紧体验吧